我跟美玲一直想要救把这一位美文 但是她每次在我们面前都非常好 而且她一直一直要坚定要做 但是毒品是由不得你自己的 她心控制不了 她没办法抗拒环境给她的诱惑 然后环境旁边有烟有酒她就去了 环境旁边有毒她就去了 她没有办法去隔离那些环境的时候 她永远没有办法躲开那些真的诱惑的因子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爱会课室 一个人想要改变除了有旁边亲人的鼓励外 自己有相当坚定的意志力 那也是无可避免的 但很可惜美文她失败了 今天的节目邀请三位本尊跟我们聊聊这段故事 首先是四姐夫刘德生 四姐夫您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大家好 以及黄舅梁师兄 舅梁师兄好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还有严美玲师姐 美玲师姐好 主持人好 大爱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先来谈一谈在戏剧当中看到了这个美文很可惜的 并没有办法真正的戒除掉自己的这个毒瘾 所以想先请教一下四姐夫 当时候你知道美文吸毒有没有非常的震惊 而且也很生气呢 牛美文 他也是我的小孩 我当然我很爱他 他吸毒 我就告诉他吸毒不好 怎么样不好 什么也不好 他就叫 他叫爸爸 我一定要戒掉 好 我就 钱啊给他了 什么东西都给他了 他到了以后 又洗手了 洗手 我有个人讲 他讲 他有费来有个脚 他说爸爸 对不起 我以后 我一定要改 所以 做了以后 七八次 哎呀我没办法了 我就 每一个每一个 每一个健康的人 我都去了 我都去看他 他没办法 没办法真的改掉 没办法戒掉 我心里面很难过 很难过 当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其实您跟美玲师姐都晓得 也很想要帮这个孩子 只是这个孩子 他一直没有办法 这个真的战胜自己 您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 是那个环境影响他个人 那一个环境 因为他有很多的朋友 都在周遭 他如果在读影发作的时候 他就马上有人打电话给他 马上就送到了 所以他要很快 如果他自己不要 但是也有人来强迫推销他 所以在那个毒品的一个环境里面 都是一个 那他要脱离很困难 这个是美文曾经写给 邱良师兄跟美玲师姐的这封信 那这个信里面 其实好像就是跟两位保证说 他真的这次要戒除毒瘾了 对 这个当时 其实我跟他互动很久 而且我们也一直 因为这个其实美军已经救上来了 因为他那时候练到 也好像是高二 高三的样子 那我们一直要 我跟美玲呢 一直想要救把这一位美文 但是呢 他每次在我们面前都非常好 而且他一直一直要坚定要做 但是毒品是由不得你自己的 对 他心控制不了 所以后来他被乐界所再去的时候 那他就说要出来需要 要输五万 要有一个保证金就对了 那保证金 那我就说你一定要跟 就我不要空口说白话 你一定要写一个保证书给澳洲 跟澳洲妈妈 那我这样子我才要帮助你 所以他就赶快写一写 那我就跟姐夫说我们去再去把他接出来 保证接出来 所以其实并不是要他按照每一个月还那个钱 你是希望他要对自己负责任 对 四姐夫后来知道孩子因为意外 往生的时候那时候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总之我还是想救他 救我来医生 医生跟我讲 他已经是老死了 老死了 我没办法了 结果他提醒我 邱亮提醒我 他说他会捐赠 捐赠器官 捐赠器官 会捐赠器官这样子的因缘是 邱亮师兄您的这个想法 去看他的时候 其实我对这位这位孩子就像美玲讲的 他是真的非常善良 我一直要拉拔他 甚至我拿李国庆师兄 他是我们的师兄 他以前是杀人犯 杀人犯又是吸毒 他又非常不孝顺 但是他改邪归正 做辞呈队受证 那整个的影片我到他家去给他看 从头到尾看到 我说一个杀人犯都可以改回来 也是吸毒的 你为什么不可以 他说我觉得我这次一定要 但是最后还是没办法 所以当他在医院的时候 我听到一句话我很难过 他这个我士杰夫他就说 这个美玲一生对社会一点贡献都没有 那我就在想 他现在应该做些什么贡献 那因为我们我们这个慈激有 这个有器官间证 我说是不是可以器官间证 那我先问他问我师姐 我说如果器官间证 你愿不愿意答应 他说没有关系 这个很好 让他对社会有一些贡献 那我说好 那就医院去评估之后 他说可以 这间的心脏还有肝脏还有肺 就捐了好几个 感觉到他也对社会有很多的一爱人间 一爱人间 你看他能够捐赠的时候 虽然心里有痛 但是你也很高兴对不对 我想我其实在这个缺状师兄的大家族里头 我们看到有两个孩子的状况 我觉得是蛮类似的 一个就是先前这个无解的孩子 诗香 同样也是因为不好的习惯 最后断送生命 另外一个就是美文 因为吸毒的关系最后也是往生了 我想请教像以美林师姐您来说好了 你觉得这两个孩子有什么 个性上相似的地方吗 我觉得皇家的子弟真的都很善良 但是就是那个环境 他没办法抗拒环境给他的诱惑 然后环境旁边有烟有酒他就去了 环境旁边有毒他就去了 他没有办法去隔离那些环境的时候 他永远没有办法躲开那些真的诱惑的因子 所以所谓孟母三千 那个真的是 真的是古老的这些 这些智者给我们的话 小孩子生长环境 还有家长给他的一些教育观念 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后你要及时的去 去把他隔绝那个环境 那五姐他们就是因为生活的关系 一直在那个环境 那姐夫也是因为他一个人要当单亲家庭 他又非常忙 他是很很厉害的那个冷气专家 那这样子他也很忙 那哥哥到台北 他一个人又很寂寞 旁边的孩子一叫就走了 所以那个环境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即使父母亲在忙 还是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样的环境是不是对孩子有影响 不过我想我们至少有个孩子 其实真的是被导入正途的 对不对 而且听说美军现在也非常的孝顺爸爸 对对 所以明天是我们 心愿最后一集的播出了 会看到秋良和美玲的三个孩子 陆续回到台湾结榜爸爸的事业 而秋良和美玲两个人 也可以更加用心的 持续投入在置业当中 请您别忘了明天最后一集 戴爱剧场心愿的播出 今天感恩三位来到节目当中 感恩 感恩 谢谢 同时也谢谢您收看今天的戴爱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 陈旭观众大家好 我是黄秋良 现在跟大家分享一句敬思语 因为本剧是心愿 所以 由心甘情愿到发心力愿 那么心甘情愿 就是 有 人生的旅途 有很多的无奈 那所以我们就用心甘情愿去承受 那心甘情愿之后 你一定要去发心力愿 才能够 发挥你爱的能量 聚集更多 这个 服务人群的 这个 力道 所以 心愿 就是由心甘情愿 到发心力愿 跟大家分享 感恩